双核蟹了 对 但宁王这边的话 其实他如果能把双核蟹空下来 那个F6也快刷了 是的 所以两边打野这一波交换的话 都不是很亏 对 各取所需吧 DWB也在很关键的时间点吧 中路的线回推 在后面你们刚才聊了这些争夺 DWB的这个线权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但是你看等级起来以后啊 他的推线能力因为无消耗嘛 所以说还是要领先一些Rookie Rookie现在就比较难受了 急需您的帮忙 他看不到您的位置 他知道您可能会在左边 而且小天这边的路线 真的很舒服啊 他马上F6之后去空了下道河线 因为下路被压线 中路被压线 下路这个河线 您是无论如何控不了的 是的 再去做入侵 给中路压力 如果说中路能够击杀一下 残局的Rookie的话 Rookie的血量很高 这波非常危险 还好这个鱼差没有中 这波非常危险 刘欣松的先手应该是 放眼插出来了 这边Rookie的意识很好 哇 关键一颗眼 而另外一边 我们看到牛头和九筒 也是来到了侧翼协防 这个应该下路给了信号了 太久没看到刘欣松了 但是你看等级起来以后 现在辛德拉已经不能够 从蓝波身上占到任何的便宜了 九筒只能过来帮忙倾线 不来吗 过来掩护一下 如会这边是有一个TP 看待会要不要将 这真的是打到了弹尽粮绝 看一下Duninb想不想来 想脏一下 应该能脏两个我觉得 是的 吹起来 一个 来着这边有交 还逼了一个惩戒 这一波Duninb已经是赚得很多了 那你王总法也许受到一些影响的 我跟你说 现在啊 其实你整体来看 下路被压线 中路现在已经过了辛德拉 比如说出现能够占便宜的时期了 野区也被小天这里压制 那现在唯一优势里面 可能就是上路的攻击 但是我们要看一下补刀啊 补刀的话 其实是IG里面三线领先的 是的 这又说明 IG的线上还是打的没问题 对 这边主要还是要看两边 中野的第一波的洞 是的 我觉得刚才就是 Rukey的那个眼位啊 是放得很漂亮的 如果没那个眼位中路出事 就尴尬了 其实我刚才感觉啊 刘青松跟那个小天 第一时间动 Rukey应该是要死的 是的 就别管那么多 直接上去硬逼你些气 可能稍微想等一下 蓝薄的一个兵线 但是这一等 Rukey这个眼位一插出来 这一波的月塔干液 其实就失效了 我觉得这个火花 也是在于两队的熟悉度 真的很高 他们还能闻到对方的意图 闻到了 真的闻到了 我们两兄弟打了两个赛季了 这边奎英的话 第一剑直接做了一个攻速鞋 继续保证线上的压制力嘛 但你看鳄鱼等级起来以后 贡子哥也扛住了压力 对不对 鳄鱼补刀很好 这边补刀也是非常稳的 对 过去要打消耗 对 其实一旦给他意数来的话 就是泽山这边再跳的话 就没意义了 是的 就鳄鱼他最恶心的就是 他会被那个奎英的一级能打断 第一段意如果被他踩下来 就麻烦了 Rukey 对对线期如果说比较平稳的话 其实在到达6级以后 小跟摩的团战 我觉得方布拉斯要更厉害 Rukey出 这个DuneB出这装备太到位了 是的 一个水鱼鞋 你看 这个中野都特别怕这个装备 对 那有了水鱼鞋的话 现在一个九筒跟辛德拉 拿满血的兰博是没办法的 而且你一不小心 还可能被他反杀 因为兰博这种被攻击 把大意撒出来 其实整个 他的使命就完成了一半了 对吧 西亚纳如果能够及时地出现 完成收割 那可能就要爆炸 下半的核道线 有可能会产生一波的冲撞 小天跟宁是要相遇了 但是宁这里 中路不能过来支援 中路还是被压线的 要叫下路 不叫下路打不过 不行不行 下路压线了 下路及时地赶到 但是这个时候有人能打先手吗 这就是 下路压线控制线了 刚才下路的线全反转 这边 这边宝兰应该是要被卖了吧 还叫闪线 一字一个大招 那这一波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但是呢 最终是两个辅助的闪线的一个互换 那这一波换下来的话 埃及少转一点 对 空了一个核线 但是这个龙怎么办 下路 没有直接控 哎 上路 单杀了 交闪线 但经过这边 经过也是交闪线的 那没办法了 他是闪线W来定的 还好有这个进化 那这样上路很难受 这一波要被催线吃进去了 贡子哥上来好猛啊 但Rookie点了一个果子过来 Rookie是能够把蓝宝负抓起来 哎 没有抓 不行不行 这波蓝宝负没大 这波不应该入侵的 一把刮云剑拿到了FORCE LUN 杀到了小天的人头 最主要就是 独云滅的大招 是上一波交过了 这波入侵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 没大的蓝宝 然后Rookie那边是有大的 所以埃及在下路啊 环宇颜色 虽然在上路 上路还好 上路走开回线以后 补刀应该是不差的 但是这一下 着实是被金贡下了 你看看金贡这把打得真的很好 面对劣势对抗对吧 忍者足球也出出来了 是的 这一波小天 已经是一个比较残血的状态 直接丢大四球加推 加一个穿云剑 这波其实反应慢了一点 反应慢了一些 而且刚才您也是 球稳拿到了以后马上后撤 反正该守的也守住 但是我觉得方巴拉这个局面 他没裂 对比 我感觉 上路线 这个机会 有机会啊 这边 我们怎么样 看到死了一个 对面还没大吗 没大好像 因为我们左边这里被挡住了 是没有办法看到的 对 他打得应该没好 这波有大的话 感觉则下很危险 有大的话 应该是要强越的 是的 他现在在上路 打不开则下这个点的话 其实现在 他大 应该没好 刚好你看 对刚好 应该是刚好 刚好再来一波 这波有大的 但是您这个阶眼 是不是插错了位置 插到了草莓 有大没办法了 有大应该是 能换一个吗 炸回来 换掉了 这样的话是 2V3换了一个 但是另外一边 小天过来 想把九头赶走 但九头不打算走吗 忠实了 有TP 其实他不好打了 不好打了 没有听到 这一波波 也有闪 Rookie也有闪 这一波 宝雷走 闪现 有了有了 我觉得方大 还着急了 他没有计算到 Rookie这个TP吗 其实你看您不走 就是因为 至少有一个TP 不管是JK Love 还是Rookie 这一波他一定会交的 这一波不得不说 IC的中野来得太快了 不过下路这里 也是由于辅助的离线 现在JK下路被吃了一层塔皮 EZ一个大招刮过去 现在林伟祥的发育还不错 我们看到补刀已经反制了 这一波下路就是一层塔皮 而且没有办法 威胁到JK Love 补塔刀的情况下的话 方法绝对是亏的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一波的精彩回放 这个眼好像是 我们看这部 俩下路被撕了 他撕了 俩下路为什么扛了这么久 他已经能打出来了 其实在供子哥第一波 不应该回头的感觉 这一波再来的话 肯定要被换掉的 我本来以为 俩下路应该是被 那个大招下面